耳闻泛音清流 眼观禅画妙境 脾会隔颜意趣 验证生活授意 字字流露自信 句句智慧洁心 进入自我正觉 悟出人生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人言 修净土法门的念佛人 无一不希望一切有缘众生 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当我们面对同修 或亲人离去的时候 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念佛求往生 但是 如何判断 王者是否往生西方了呢 让我们带我们带着疑问 开始今天的答疑解惑 往生的条件是什么 往生的条件是什么 偶艺大师说 往生与否 全有 全有信愿之有无 品味高下 全有 持民之深浅 如果 临终人对世间 还有留恋与牵挂 那么 他的信就不真 愿也不切 如何判断 王者真的往生西方了呢 最确切的是 临终人自己说出来 他说 阿弥陀佛 西方三圣来接我了 我现在跟他们走了 走的时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有痛苦 这是真正往生 还有一种 临终的时候 神志清楚 但身体虚弱 说不出话来 大家为他祝念 他很欢喜 嘴巴在动 大家以为 他是在念佛 实际上 他可能说 他看到佛 来接引他了 因此 要仔细观察 才能判断 临终人 是否真的往生 总而言之 往生者 会在走的那一刹那 非常欢喜自在 如果 临终的时候 很痛苦 那就很难讲了 一般来说 是不可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 留下舍利 是否一定能往生 不一定 留下舍利子 或者全身舍利 都不能证明 一定往生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往生者的心地清静 善良 有禅定的功夫 肯定不会剁三恶道 即便是 念佛人火化 出现舍利 也不能代表 他往生 真正念佛往生 是从 临终的瑞相 来断定的 今天的问题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集 我们将讨论 老年痴呆症患者 或植物人 能否往生的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愿消散脏 主烦恼 愿的智慧 正明了 不愿罪障 喜笑愁 世事长行 菩萨道 往 自然 自然 不愿了 便所思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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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自然 自然